部队战士们可能很多人不认识一线明星 但他们大部分都认识王宝强 在参加真正的男子汉陆志时 一位战士表示 自己就是看了王宝强的士兵突击中的腹部绕杠 才决定去参军的 现场很多兄弟都高喊王宝强来一个 对面的战士叶率先 做起了示范 那一刻谁也没注意 王宝强哭了 结束时 战士问王宝强能做多少个 王宝强说自己一个也做不了 但看着战士们期盼的眼神 王宝强还是努力做了一个又一个 节目里有段跑操的舍制 几个小战士专门跟着王宝强跑步 纷纷说自己就是看了士兵突击的 才来当兵的 那时王宝强就知道 大家是真的把他当作许三多了 真正男子汉 这里的老班长教官是杨树鹏 那时王宝强哭的舍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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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睡觉了 当年王宝强和马荣离婚打官司闹得沸沸扬扬 资产被冻结 钱也被马荣全走 无奈之下 王宝强向陈思成开口借钱 陈思成给他打了三百万 拿到三百万 王宝强出了打官司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先把税缴了 三百万的钱他缴了一百八十万的税 比起现在的明星网红 在千万收入下还要偷税漏税 王宝强真的是鱼圈交税的典范了 在经纪人和妻子同时背叛下 王宝强也没有甩出更大的黑料 在与马荣离婚前 王宝强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老实 土 怂 士兵突击让王宝强一炮而红 也让王宝强结识了电视台实习生马荣 王宝强给了马荣父太太的生活 家里大小事务 财产都给马荣双手奉上 公司90%的股权都给了马荣 在家里挨老婆巴掌 在王宝强看来也是幸福的 然而马荣却将一收好牌打得稀烂 在爸爸去哪了 王宝强甘心被女儿呼来喝去 而女儿和王宝强通电话时 却对王宝强说 快回来 不然你就别回来了 离婚前 马荣就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 然而离婚后 宋哲和马荣一个进了监狱 一个无论拿什么证据黑王宝强 却也没有一个实质性的黑料 当年两人离婚让王宝强的口碑下滑 大闹天主也被戏剧性的授予了金扫帚奖 而王宝强大大方方的站在领奖台上 当时的王宝强诚恳地说道 虽然这个奖不光彩 但是可以鞭策人 到着颁奖典礼到现在九年来 第一次有一线的演员直面这个奖项 必须我要亲自来接受大家的批评 我觉得是因为我爱电影 我尊重电影 我尊重观众 这次算是欠观众意思 如今的王宝强有了新女友冯青 儿子也非常的有爱心 而马荣带着女儿开了直播 两人的生活早已天差地别